喂,快在問,每日一問 今天又到我們快在問時間 那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現在大陸最火紅的一個網紅 叫羅吉思維,羅正宜羅胖 那今天看到他的一個說法 讓我想起,欸 還是蠻幸運我自己的一個做法 要講的是,他認同了我的行銷模式 為什麼等一下說給大家聽 我之前有說過 之前有介紹過一次羅正宜 他在今年的除夕夜 新年夜除夕夜的時候 他辦了一場四小時的個人演講 你說,欸 後來年大家不去看煙火 大家跟自己的愛人 跟自己的好朋友在那邊倒數計時 為什麼去看一個胖子演講 而且是演講四小時 這是什麼回事,這是什麼世界 OK,那就是真的有人 超多人去,去進去這個體育場裡面 最後好像是一萬多人在這個體育場裡面 去聽這個胖子演講 講了四個小時 那這個演講我也有聽啊 只是我不是倒數計時的那時候 我只是私後就去聽 講的還是有他的一些道理在 在今年未來的世界裡會有五隻天鵝 好像是五隻天鵝沒錯 那這為什麼去 大家為什麼去想要聽他 因為他創造了中國網紅的一個代表性 你知道他現在這個網紅 他當然這個邏輯思維的這個 在網路上直播 直播的訊息,直播他的更平板價值 他價值已經多少了 那價值已經是達到13億人民幣的價值 所以三年間,四年間 可以把自己的身價 從月領三千塊達到13億 這也要歸功於 大陸其實大陸現在的一些 移動經濟 就是互聯網的經濟 讓大家每個人都可以在 在那個手機上看到一些訊息 再來就是歸功於他自己 點牌的一個塑造 然後他弄出了一個 以知識分享作為他的創才的一個來源 他是把第一個有效 而且成功的在大陸 聽演講 在線上聽演講 要加入會員 要收費的方式成功的把它營運起來 所以他這個方式 讓許多年輕人 還有許多後面的一些公司 列為歸孽 就是要尋找他的模式 來做一個模範 做一個學習 那今天他在前天 應該是算前天 他原本 再說明一下 原本他是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會播放一期 兩個鐘頭的說書 他的營運模式主要就是說 他會去讀些書 然後在每個禮拜去介紹你一本書 然後他就藉著來賣這本書 來賣這本書 來賣這本書 這樣做他的營運模式 然後當然呢 相對其他的一些廣告媒體 也是他在公司裡面的一個 一個財產的 一個經濟的來源 那 但是他的模式 其實 我 要怎麼講 其實他這個模式 一直到現在已經發現 有出現一個瓶頸 因為兩個小時 不是每個人都有他的兩個小時 所以 他 在昨天 也 推出了一個軍有模式 就跟 跟快在問一樣 他變成現在要每天 每天播放 每天播放 五分鐘 五分鐘 跟快在問一樣 是五分鐘 然後 但是他沒有快在問 沒有我認真 他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去播放每天五分鐘 然後也來介紹一些新的知識 新的一個現象 但是快在問 是每天 每天五分鐘 是禮拜一到禮拜天 到現在都無休 我們到現在已經播到今天 已經好像是 第七十幾了 我們現在到現在都還沒休息過 每天都一定有播 那他也提認到就是說 現在每個人的 在生活上是很繁忙 而且大家都利用 利用一些破碎的時間 來獲得一些新的知識 所以他在兩個小時的這種節目 其實是已經不符合 現在人的使用方向 所以他在昨天 把他的邏輯模式 已經更改成為 也是跟我一樣 每天五分鐘 雖然我沒他那麼紅 但是我也不是 不是為了要去經營這個商業模式 我也是自己一個興趣啊 然後把我所得到知識 也是這樣借用這種方式 來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你們真的喜歡 喜歡聽的話 然後也分享給其他 我不建議你們去分享給其他 OK 那就是這邊也宣言一次啊 就是 如果真的喜歡我的 就可以分享 然後沒有分享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 6666 這是大陸現在很流行的 6666 什麼意思 就是 我整個還不錯 你很認同這樣子 下面的會員 讓一些宣傳的效率可以出來 這是 FB裡面的另外一種演算法 是什麼 越多人留言 他就認為這一個訊息是越棒 所以他就越會幫人 幫這個訊息分享出去 所以 懂了嗎? 麻煩下面留個6666 不知道要留什麼 就留6666 全面試探幫我宣傳 OK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 邏輯思維 他也把 可以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他以下 他大陸的一些 一些視頻 他就是 也是在用 帶領大陸一個 知識付費 新知識付費的一個 一個趨勢 然後他現在從現在開始 他也改成 是每天五分鐘 但是他 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每天五分鐘 分享他的一些 一些 新的知識的 看法 跟認知 OK 那 OK 謝謝佳進來 OK 那我們今天的五分鐘 就到這邊 我們還是維持五分鐘 因為五分鐘 對大家來講 是一個還蠻適合的 一個時間點 超過 就變成是我給你們壓力了 這樣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拜拜 明天見 拜拜